北京市长郭金龙率领500人来台交流 而这也是台湾大选顾后第一个来台参访的大陆团 郭金龙先到台北故宫参观 展开文化交流第一站 他只说这故宫真的是中华文化的鬼宝 访谈第二天 北京市长郭金龙先来到路客最多的景点 台北故宫展开来台文化交流的第一站 这是台北故宫的 这里是北京的 这个光台 我们是在收场 简单和故宫院长周公新问候 台湾送上故宫伴手礼 清朝周一贵的昂春生意黄金化 郭金龙一小时参访行程 看了翠玉白菜 恰巧还有清朝的瓷器特展 这里真是中华文化的溃宝之一 因为下一站有公务 话来不及说完 一旁人拉着他 因为在台北行程满档 中午还要去台湾地标101 参加台北市长郝龙斌的午宴 接着参访宋山烟厂 欣赏台湾创新的文化产业 接受媒体专访时 郭金龙也体验到了台湾民主震撼 碰到在台藏人呛瞎 维安立刻拉开两人距离 身为大陆首长市长 郭金龙也是台湾选后 第一个参访团 将近500多人大阵仗 除了体验台北文化 还要去日月谈 要好好看看他们眼中的报道 中天新闻 李东一任一方台北报道